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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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张别教说 要学无上正觉 不可轻视初学 下下等的人也会有上上等主能 上上等的人也会有没心智的时候 如果随便轻视人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罪过 张别教说 那你把几句念出来 我为你写上 如果你得了法 雾边先来度我 不要忘了我说的话 我说的既于是 菩提本无数明镜一飞排 本来无一物何处都曾来 这首记写 旧以后 红冷大师的门下 弟子能看后 无不赞叹惊讶 相辅地论说 真了不起 人的确不可貌相 为何才没多久的时间 他进来成就了洛森菩萨呀 红冷大师皆惊讶不疑 恐怕有人对我不利 于是用鞋子把气擦掉了 所以大家说 此记也是没有见性 大家以为真是这样 第二天红冷大师悄悄来到对方 看见我腰上绑着石头 这臭笔 就对我说 追求佛道的人 为了求法而舍生忘记 就像这样啊 接着又问我说 米饭熟了没有 会能说 米饭早已熟了 还欠一道三的污血 红冷大师 残杂 翘击了石队山下就离开了 我当即明白 红冷大师的用意 当半夜山根 五小时会能悄然来到大师的破坊 红冷大师用袈裟针住门窗 不让别人看见 为我讲说起金刚经 当讲到五音无数柱而生气心事 我当下就开悟了 真得一切万法 不离自信的真谛 于是就对红冷大师说 原来自信本来就是清净 原来自信本来就是不生也不命 原来自信本来就是原本的 原来自信本来就是坚定不移的 原来自信本来就能产生万事万物